你们很后悔去到我 做大S的老公能有多难 我小飞每天要接受大S各种送命题的考验 这样的送命题可还多得很 连上厕所都要报备 你跑去哪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这房子能不能去哪 你都跟我说话 明明是大S想起一脚踏车 却反过来都怪汪小飞 我叫你停也不停 对不起 不是一天半 你真的不好笑 你都不要晃我心起门了老婆 你也都不闻 王小飞早上胃口不好 吃不了太多爱心早餐 大S又生气了 看你根本就不想起 你傻呀 老婆跟着 我一大早起来 我吃不动你 这么多米饭 他让我煮的东西 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好吃 没有 这挺好吃的 就连一个橙子 也能成为大S生气的理由 我们也喝到雷尔鸡 给你炸一张 就跟你说那一颗炸出来呢 这最基本上能比不喝强吗 它又不是冰的 还想喝冰的 炸冰炸的 你不要讲一些 有生气的话好不好 这我也没看出来 到底怎么了呀 就连两个人吃顿饭 也能炒起来 你明明是做餐饮的 为什么不让你的老婆吃东西呢 要不然就不吃 要不然就吃 那么多 我觉得应该健康一吃 我就是饿着吃 不饿着不吃啊 这样不健康吗 随你啊 你怎么着吃呗 我的人生没有在随我啊 都是随你 随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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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啊